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走一下说到底这个能量平衡是怎么回事 后面我们也会不断地碰到这样的类似的问题 你怎么样去维持一个系统的能量平衡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花点时间 虽然它非常基础 但是我们会花点时间再次看这个问题 确定把它搞清楚 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讲到说是有一个 一个rod好了 一个diameter of d 这样一个小rod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灯丝都OK 它就是一个系线这样一个东西 那它通电 通电就会产生较热 所以它会发热 发热之后呢 假设它一开始是在一个低温的状态 开始导通电 通电就开始发热 那发热这边这个系统就开始调整 因为热就进来了 它就开始一直热热热热 热到一个状况之下 它最后可能会稳定住 然后就像我们看到的灯 就一直稳在这里 它不再变了 那我们那时候就问大家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什么样的条件让它能够稳定在那里 所以当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来看一下 要一个系统它能够维持在平衡状态 你可以说thermal equilibrium 热平衡状态之下 它必须要有一件事情就是 比如我们现在假想一个灯丝在那里 那开始发生的通电 它有通电 有Heat source进来 我们用这个图来想象好了 假设这是一个通电的通电池 它有Heat generation产生 然后这个Heat generation产生之后 它会 因为它本来这个温度蛮低的 对不对 它蛮低的 所以这个热进来之后 那它如果它的热没有带出去 足够的带出去 比如说我现在产生100个单位的热好了 那如果这边带不出去100个单位 那这个它就会累积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当累积的时候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热就一直累积在这里 然后外面也顺 同时也开始带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一旦热进来 你的温度就会上来 温差就会出来 好温差 一旦温差出来 那它就开始接着对流 或者接着辐射 就把热量放出去 可是呢 在低温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说 你现在的温差蛮小的 对不对 不管其实convection或radiation 你的能够带出去的热都比较少 所以那个量太少了 所以它就继续继续地在累积起来 所以这是一个站态过程 这个过程是一个时间变率有关的过程 那到了什么时候 它开始不再变化了 它里面不再储存热了 这个就停住了 或者它等于零 就是说当我的产生热量 跟我带出去的热量一样 对不对 那我就平衡了 所以它可能就会跑到 假设说我们3000度 对不对 那3000度这个温度 反正它这个平衡温度 就是说它在这个温度 它产生了跟环境的温差 对对流或自然对流 或者是说辐射 对不对 它够正好把它平衡掉 所以它产生的全部被放出去 所以这不会再有被store 过程的情形了 那这样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要把它列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想到说 对这个一个简单的系统里面 它有什么样的机制 是能量的进出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知道 有产生 第二个有可能会store 对不对 那这个store我们用什么数学 来描述它 产生很简单 爱平马 就是比较热 成长它的机器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store store我们待会看一下 这个怎么来 因为我们后面都怕用到 那另外呢 就可能eat out 对不对 energe out 那out就要两部分了 对不对 一个是对流的 一个是对流的 那另外一个是辐射的 以目前为止 主要是这样的机制在进行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就试着 就把它的数学式子 给它列起来 好 那 首先从能量守恒上来讲 egeneration minus e out 等于estore 对不对 产生的扣掉我出去 就是我存在里面的 所以我就好像我的 我现在赚钱赚的比较多 我的印行一直累积累积累积 那我花的 花的也多了钱的时候 我平常就不会存钱嘛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人量守恒放成是而已 好 那这个部分是可以 我们可以知道 对不对 因为这是交耳热 好 我们把它的量 把它先把它写下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eout 这个部分就跟我们热传有关系了 第一个我们先用处理 我们假设一件事情 这个系统它是在一个温度t 这个t是一个变数 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把它列为一个变数 然后这个我们 但我们知道一件事 它跟环境的温差 层上面积以及层上h 就是对流所带出去的热 另外呢 同样我们也可以写出来它的 接着radiation所带出去的热 这就是我们的eout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一项 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叫eStore 那eStore怎么来呢 其实呢 它是这样写的 它就是说 我这个能量 我在这个 我的单位里面 我单位 我这个系统里面 我单位时间 我有多少的能量增加 对不对 那这个能量就是用内能来看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solid 我就用内能来看 那内能我怎么看它呢 内能就会用rho v c t 对不对 rho c t 然后还有它的体积 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 以前所知道的 很简单的一个内能的方式 那我们知道内能可以转成 接着c 接着比热就转成t了 所以我们就把整个系统 又转成t的形式 好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就变成这样一个关系式 这个是产生量扣掉的 这两个 然后就等于这个 所存留的 那这存留的当然是它的体积 对不对 体积然后rho c 这减变机跟长度 然后乘上我的温差 温度 时间变率 注意到这边是时间变率 那这个项 我们到了第五章 就会变得比较重要 我们会特别考虑这件事情 但之前我们大概都是 把它假设steady state 但之后第五章 我们会特别针对这一项来处理 好 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它改写一下 重新整理 变成dt tdtime 等于这一右边这一串 那这一串里面我们看见说 它的因变数就是t 对不对 这是它的variable 那另外我这里有一个字变数 就是时间 OK 所以它是一个微分方程式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一阶的微分方程式 那它 但是就 有点讨厌是说 它这边有个t四次方 对不对 所以它是非线性的 一阶的微分方程式 好 那其实这个式子 你要硬是要把它截起来 还有一点麻烦 还不是那么轻松 但是有些特例的case 我们后面会慢慢会谈到 有些可以简化 如果说只有对流 或者只有浮测 大家都还可以解 那如果说不是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哎呀解这个非线性方程式 还有点麻烦 OK 好 但是我们现在不去解它 我们只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所刚才 我们所考虑的这个题目 它所呈现的是一个 以t为因变数 那时间 随时间在变动的 unsteady 一个case 好 这样一个case 它其实没有空间的变化量 对不对 因为我整个都视为均温 但是它有时间的变化量 所以这个题率来讲里面 它已经变成一个时间变化量的 一个OD 一个OD 所以它随时间 整个系统才随身变化 好 那这个时间呢 越来越接近 越来越接近 t越来越高 所以它一开始 其实它会温差比较大 你可以想象一点 它一开始 它的温差是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它store的会比较多 那store的比较多 它的温度 内部温度就会升得比较快 对不对 可是一旦它慢慢出去以后 你就可以想象 温度越高以后 哇 散出去越少 越多 对不对 所以它store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推测 虽然我没有去解答 对不对 我没有去解答 但你想象 它的 它的变化量 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好 随时间的变化量 假设 假设它一开始在这里 对不对 好 t0 好了 那我就开始点了 那你觉得它会是这样上去呢 还是 还是这样上去呢 还是这样上去 这都是随机变化的 大概趋势有这三类型 对不对 就哪一个比较可能 来 谁要试试看 好 试试看 最右边那个 对不对 好 为什么 因为它到稳快的时候 它就会再来 不会再变了 对 我们刚才解释过 就是我们刚才解释过 当我温度越高 我的温差就越小 我能够散掉就越少 越大 对不对 我越大 然后我能够存的就越少 我越高 我散的越多 然后我存的越少 所以我内部的温度 就不太增加了 就稳定下来 所以才会到稳定了 那如果上面那个就发散了 那上面两个都是会发散掉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所以我们不会解它 很麻烦 目前还有一点麻烦 但其实有些 concept 已经可以建立说 大概会是那个趋势 OK 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要去解它了 好了 那这边呢 它有一些comments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它就说了 如果 这个已经达到了steady state 就是进出相平衡了 就是拉到这里来了 就已经逼到这里来的时候 OK 就已经达到steady state 它的equation就会变成这样 那个时间变率就不见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 从数学上steady state 就是project project t等于0 那物理上我们就说steady state 反正这里面不会存能量 所以自然它都会去掉 所以 随便你用物理的 用数学去看都OK 好 那另外呢 它还有一个说明的 做一个comment的 是在这个图上 它这边呢 它这个图这边有改 它说如果我通的电流量不同的话 那它的最后的 温度会是多少 它的温度会是多少 如果通的电流量 它的温度会是多少 它就说呢 如果说这个温度是 60度 但60度是我要求的 它维持到60度 当然这个就不是灯了 灯显然是上千的 这里显然不是灯 那 但是基本上意思是这样的 就当我电流越大 你可以想象 我最后的平衡当然 温度会比较高嘛 因为你要散的越多嘛 你温差要越大 OK 那 因为呢 我 电流量是乘i平方 对不对 i平方 所以它的这个平衡温度 当然比较高 但是 但是 其实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呢 我们又知道 温度又是T4次方 所以其实也很难讲 到了高温的时候 其实难说 它到底这个趋势会怎样 OK 因为我们现在在低温的时候 就是我们说 radiation不是那么重 所以我从i平方 i的平方 所以它影响很大 所以它的平衡温度会比较增高 但如果说到时候 你的radiation 40方的效果 变成主要的话 又不是这样了 你另外这可以去想象它会怎么样 好 好那 好 它这边当然就讲到一些细节了 它的要求是多少 如果它60度是安全范围 所以它的电流就不能空 不能超过这5.2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书就可以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 看一下 再看一下其他的例子 还有1.4的例子 我们先把这个 投影片把它拉出来 好 我们接下来就看1.4的例子 ok 好 1.4呢 1.4这个例子 它是顺便介绍一个知识 尝试了 就是一个关于用这个 脂脂交换膜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 fuel cell 那这个叫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那它叫PM PM这样的一个 脂脂交换膜的fuel cell 那这个fuel cell呢 它当然就介绍了一些 它的里面的架构 是什么 但是重点 不是说 因为这是热产客 重点倒不是在教你们这个 fuel cell的架构是什么 有机会你们可以学 但我们简单上来 当然会看一下 那但是它主要是在谈到说 这样的一个fuel cell 在里面的化学变化过程里面 它是一个放热反应 所以它放热反应 它会说我需要多少的热量 要带出去 那它就叫我们说 我怎么样去把它散掉 只是这样的问题 所以它教了一大堆 这个燃料电池的结构 但其实主要只是一个很简单的 热量平衡的问题 简单的说了 这是一个用氢为燃料的 直指交换膜的燃料电池 那它这边它用的燃料是H 用氢燃料 所以它是一个很洁净的燃料 那这边它是东间 存在了一个叫 高分子的电解质的膜 像最有名的杜邦所生产的 那它这个电解质 就是说我在里面的离子可以导电 那它是一个固态的 它是高分子膜的这样的 那它的操作温度还蛮不高 80到100度像这样的温度 不是很高的温度 所以是蛮安全的 那所以大家都对这个抱以希望 但是最近进展又有一点点厚助了 但是呢基本上它还是有它的潜力 那它用氢燃烧 然后它把这个电池做好以后 它可以有一个产生一个稳定的电流 当然它还有它的成本问题等等 然后还有它其他的相对的问题 说氢你怎么存 氢气是蛮有危险性 而且它是气体的 你怎么要让它变成很方便期待呢 那这个是目前一个大瓶颈 所以它的应用其实受到一些这个的限制 那因为你氢太不方便了 那你比如说你要用 你用这个 你要把它放在电动车上 你拿个电池好了 哇大家想到我后面用一个氢罐 像一个炸弹一样 很害怕嘛 那有的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就用这种合金的 用厨氢的合金 那厨氢很重 哇躺起来就 重的要命 然后用一段时间就没了 哇你要去换这个钢瓶 那换这个的东西是麻烦嘛 然后很重 然后你的汽车你就浪费汽油啊等等 它有它的一些缺陷 因此有人就开始要调整 就是变成 我当场 我当场产氢 当场产氢来 让我 我就直接用液体 液体的燃料就产氢了 OK当然这是很好 当然又有它的技术瓶颈了 那我们这件事情正在做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现在是不管其他的部分 但我们知道说它这边是有一个正极的部分 然后氢会变成 解离变成在粗媒的 正阳极的粗媒里面它会解离成 氢的离子 这个氢离子在电解质里面会跑 跑到这右边呢它就会跟氧这么还原 它一直燃烧掉 那燃烧就会产生水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洁净的能源 OK 然后外面的电子就在外面跑 所以产生的电量 那因为它基本上呢 虽然这边是要分解的 那这边当然是放热嘛 所以这边的热量 总热量是放热 放热反应 所以它有一些热量要带出去 有的时候是用气流带 有的时候是用水冷等等 用各种方式 但是它基本上它要做到这样的功 这样的这个 效用 效益 就是要做到这样的程序 就是要把它的热维持在 平衡在一个温度之下 因此我们现在又面对到一个热平衡的问题 好 那它这个题目呢 有点复杂 但是简单的说呢 它说如果我们用一个对流的散热的方式 把它散掉 OK 把它散掉 那 有点啰嗦了 因为它第一个 你看它这边有多少瓦要处理掉 然后它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它的环境温度就是多少 那 这个有点点复杂 所以我们大概不太有时间再讲一些很细的细节 但是 我们会稍微说明一下几件事情 比如说我们会产生 power 对不对 我们有power要去散掉 然后我的维持 我的系统维持了一定的温度 对不对 然后我有环境温度 那接下来然后它需要用这个 用对流的方式来带 那它在对流的方式呢 它就先把h告诉我们了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教算对流 那这个对流呢 somehow它算出来了 因为它已经学过热传了 它学过对流的热传 它会算出来 那你们就要去学那个东西 等到我们再教对流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哦h怎么来的 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假设先接受它 然后你再下来 我们稍微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这边有一个h 它有几个次方数 这个次方数蛮怪怪的吧 0.8呀 什么这一类的东西 主要是0.8 然后2.8去配合它的尺度 但是如果你想到0.8 其实你会不会想到什么东西 我们曾经好像教过的东西 我这边讲0.8 跟速度的0.8次方有关系的东西 的行为 那可能是什么 我们流利教过的 ok 因为热对流跟流利有直接关系 那我们通常在讲流利的时候 我们讲说 雷诺数好不好 我们讲一个雷诺数 在流利里面雷诺是一个很关键的参数 那我们后面也会知道 h 对流的h h跟雷诺数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ok 有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 事实上我们那时候 通常有讲过 在雷诺数 在 如果是laminate的时候 雷诺数大概是 呈现 laminate的这些行为 跟雷诺数呈现几次方 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讲的 减因力啊 对不对 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讲热传啦 但是这个是相似的 好不好 记不记得那时候 减因力大概跟雷诺数几次方 雷诺数有关系 laminate的时候 bondelet 边界层多少 二分之一 对不对 然后我们那时候也处理过 tublet bondelet 经过一些半经验式处理 记不记得 我们那时候大概处理到多少 雷诺数几 五分之四 对不对 好 所以这边的五分之四就是零点八嘛 所以这边其实将 这边只是预告啦 后面我们就会面对到 以后我们会发现 这个公式呢 跟 将来你会看到 跟雷诺数的零点八次 五分之四次方有关系 因为v嘛 v是雷诺数中的一个像 那当然还有其他参数 那我们全部都集中在 它这前面的系数里面 我们就不理它 它就告诉我们 反正呢 这些东西有些系数在那 但基本上我们看见 稍微看见了一件事情 就是 在这里它用了 跟雷诺数零点八 五分之四次方有关系的 所以 其实我们可以推测 以后如果你学好了 对的你就知道 它这边用的是一个 Turbulent Flow Turbulent Flow 那 等到我们再说 等到我们后面交到 H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看到 这些比较详细的关系式 那这些系数到底 跟什么有关系啦等等 那我们不见得 真正把它完全弄出来 但是你大概可以 抓到它的Sense 好不好 好 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了 这边是H 把它用对流 把它带走的 好 简单的说 那这个燃料电视里面 我们不管它了 那我就说 这边有一个Q要带走 然后我这边用风去吹它 我用气流去吹它 就这样一个东西 那它这边要维持在56.4度 它还有emissivity 它有辐射 所以它也要对流加辐射 OK 好 那这个温度是在这里 它要维持在这样的温度 环境温度呢 是25度 或者气流温度 都维持在25度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说 在这个地方 它这边有一些关心事了 那我们细节就先不谈它了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时间 去看很多的细节 但是我们现在说 我需要解决的状况是 在steady state 那在稳定的状态之下呢 我要解决的能量是 它是这边说要 用convection加radiation 我需要解决11.25的瓦数 那它这边是 说到这样一件事情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它就开始去找radiation 它就radiation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 关系室把它拉进来 epsilon 0.88等等 T surface to the fourth 然后T surrounding to the fourth 然后因为这个数字 并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温度不高嘛 56.4度c不高 所以它算出来的瓦数 你会发现不高 将近一瓦 将近一瓦 所以绝大部分呢 是在对流去算掉 所以它就把那个 总需要算的瓦数呢 就是扣掉 变成10.28 这是对流要去算的 那对流现在我们刚才h 有告诉我们了 所以它就把它列进去 好 最后呢 它就去找到 因为它需要把 velocity 它要把velocity当作一个参数 它说我大概要吹多少辣的速度 我才可以把它解掉 对不对 所以换头来 它就把这个h呢 这个关系是 中间这个当作unknown 然后就把它拉出来以后 我们就把unknown呈现出来 最后v就出来到这个地方 好那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就很单纯了 就是说我现在要解多少瓦 你其实可以forget about 这个fuel cell structure 那基本上就是说 我这边有多少热要散掉 然后我用对流去散 然后我也用辐射 然后它我要求我的温度 是在某一个固定温度 但只是我现在不知道 我要吹多少瓦数 可以拖到风扇 因此换句话 我要多大的风扇 用哪种规格的风扇 我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我可以维持在这样 那这样它反而就把气流速度 当作一个unknown 那气流速度放在h里面 因此h就跟气流有关系 因此我把这个能量放在 把它平成结合起来 最后留了一个unknown是v 然后把所有的能量手分 结合起来以后 我v就做出来了 好那这个例子就是这样一个事情 这样一个问题 OK那这边有没有问题 好应该还蛮单纯的 然后呢1.5我们就不看了 你自己回家去看一下 好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到1.3.2这一小节 那这一小节呢 还蛮单纯的 但是我们稍微要看一下 之前书上把它当作一小节 我们就看一下 它这边是讲着在 surface的energy balance 在表面上的能量手横 那基本上呢我们知道 表面是一个无限薄的一个 的状态嘛 它很薄 所以它不会有任何储存的 这个功能在 所以我们在能量手横 就是in等于out 就这么单纯 in等于out呢就是有什么 以这个case来看 有什么叫in呢 那这边假设左边是solid medium 那它从有温差 所以它可能就把这个能量就提供进来 这个借着热传导 对不对 好那至于热传导怎么去描述 我们后面会 接下来我们就会教 我们今天就会开始谈到热传导了 那就是第二章 那conduction 基本上是正比于温度梯度的 好那接下来呢 外面就要出去了 所以它这两个要把它minus 要把它这两个扣掉点于0 那外面出去呢 就是有两部分 convection跟radiation 那我们前面都教过 你大概都可以用适当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这个例子也很单纯 就是在表面上就是 净等于出嘛 没什么好讲的 OK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1.6的例子 好1.6的例子 好1.6 好那 这边呢我们看一下 这边就说 我们先看一下 这题目有点点长 那我们这个例子 我们先走一遍 好它就说呢 那这个人体 它是有自己的这个维持温度的机制 那它会维持在37度 当然近视37度 当然再看你内部 好了我们表面上会比较低一点 那这 所以它这个是自动的控温 什么 regulation 我们自己调温的状况 那它今天就是说呢 好那我们身体 人体跟外面的环境中间会有一些热损失 这边会有一些热损失 那我们人体会去调试这样一个东西吧 那它这边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 在我们的人体的皮肤上 我们的皮肤上 我们把它视为一个 因为它皮肤上有一层的脂肪 然后它的外面呢就 露在外面的环境里面 OK 那 它就说呢 这个surface 我们的表面上 通常会在 我们的这个 inner surface 我们的inner surface 通常会比我们外面的环境 比我们的core temperature来的低一点 因为我们会受到影响 会有热传导 会出去 那当然会比外面的环境再高一些 那它就说呢 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些基本的状况 它就说我们现在来考虑一个人 他有一个skin跟fat layer 有一层这个组织结构 那这个厚度如果是三个millimeter 那它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代表性的数字了 那 然后它的connectivity呢 它有效的connectivity是0.3 算是蛮小的 这个数字 那我们相对的金属 就是说几十嘛 如果说你记得 最容易记得copper 是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传导 高传导性的金属 它是400 大概用400 铝大概就是它的六成 240左右 那这几个数字大概留在 keep in mind的话 对我们来讲在应用上很方便 很好用 那因此它k0.3其实是不高的 那水也是蛮低的 OK 我们后面会再慢慢看到 那这个呢 它的表面积假设 我们人体表面积有1.8个meter square 那它如果是穿着游泳衣 OK 然后这个 我们的皮肤的emissivity 大概是0.95 算是比较高的系数 那至于这个数字怎么来 我们后面书上最后 也不是怎么来 它会告诉我们这个数字 在不同的物质 不同的人体 大概是多少 好了 它现在就来考虑说 两种状况 它说第一个呢 当这个人是在 steer air 在一个静态的空气里面 那环境就是297k了 那它这样的话 我们的skin surface temperature 大概是多少 那当然我需要 会把我的能量 loss到外面去 OK 那它这边说 如果我的对流系数是2 如果我的对流系数是2 那显然这是自然对流嘛 而且蛮弱的 2并不是很强的 我们讲说一般满 对外本是5 那2真的是蛮静态的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就说呢 我们大概会 有多少的 那我们有多少的这个 这个skin surface temperature 然后有多少的热 温度是多少 然后它有多少热量会跑掉 它大概就是 告诉我们 问这样一个问题 它当然就是讲说我的 当然有一个前提 是在说我们先假设 我们的这个 i ti 就是那个layer 那个那边是 是35度 OK 好 那第二个case呢 它就是说 如果说我现在这个人 是在水里面 泡到游泳池里面 或水里面 它也同样一个温度 但是那个时候 它的h就大很多了 对不对 这个h是用200 因为它是液体 那可能也有流动 好 那我们上次也看过 自然对流的 油体也差不多 这一类的数字 我们上次有看过 好 那在这两个状况之下 当然 热对流的状况不同 所以它的heat loss 也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看到说 那个surface的 那个temperature 会有不同 好 那它现在就来找 就是要叫我们来找 这个 这样的问题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题目就出来了 这边有一个skin跟fat的 组织 一个tissue在这里 那它说假设 我们的core temperature 这边的温度 比我们的 内部真正的温度 稍微低一点点 那假设35度 对不对 35度 所以这个当作 known parameter 那 这边的k 知道了 接下来它现在要我们 找这个surface OK 找这个surface 多少 那 然后它这个surface呢 借着两个机制 都会出去 一个radiation 一个convection 都会出去 那当然 这边会是一个 蛮主要的量 因为radiation 并不是特别的高 因为温度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这边会是一个 蛮主要的量 尤其是在h大的时候 OK 好 那所以呢 现在一个问题就已经回到 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图 对不对 示意图上 就是第一个 我这边有conduction进来 因为这边有温差嘛 那这边是我不知道的 对不对 那这个是我要去找的 但我知道说 这边会跟它有关系嘛 好 那其实steady state 我们知道其实就是 温度T度就是成线性的 我们先直接接着 后面马上就会交代 如果一个steady state 我这个温度 温度是线性的温度变化 那所以我的公式呢 就会变成 负k的delta t 除以delta x 对不对 就会变成这样 那delta t就是 我的308 减去ts 因为我是当作未知嘛 然后这边delta x就是我那个 3mm的thickness 好吧 然后k就是我刚刚那边的 0.3 好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会进来嘛 好那 这个是conduction进来的 那接下来另外就是 convection出去的 跟radiance出去的 他就去把它 把这个关系式 就把它连接起来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关系式在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steady state 所以in等于out 好 conduction扣在这两个等于0 就是我们刚才所 书上所 所推 写出来的关系式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看到说 这里是conduction in 两个刚刚讲过 在steady state的时候 它的温差除以k 然后除以l 然后k 那那负号就改掉了 好 那基本上这边都是一个正值 然后这边要出去的正值 好 那 接下来我们就把h放进来 把这些数字带进来 然后就可以去 找它的平衡式 对不对 因为我们 我们最后我们是 是要找这个surface 这个是知道的 这个是unknown OK 好 那 那因为现在是 只是一个代数方程式 所以比较简单 对不对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 稍微做一点运算 好 那 所以这个ts ts 就会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把hr当作热对流 那我们前面交代过 那个hr其实是一个 是温度 跟温度有关系的东西 那这样是一个很简化的方式 如果温度 我们大概知道它的范围 这还OK 这可以用 那就比较简单 或者说比较 比较明了一点 看起来比较容易 好 那因此它就会把 这些数字带进去 比如说它这边h 用2 它的hr是 这边所对应到的 是5.9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见呢 这个所对应出来的东西 因为自然对流的时候 非常小的对流的时候 radiation 好像还有一点重要 所以它会散掉一点 那它这样所带出来的 温度是307.2 是降低了1度 我们的表面 比我们稍微 里面的脂肪层那边 降低了大概1度 0.8度了 OK 那 这个是自然对流的时候 所以它温度还蛮多 因为它所需要提供 外面的热量不大 对不对 所以它所需要的温差不大 对不对 所以温度T度不大 可是当我能量 外面很 h很大的时候 我需要提供更多能量 被h带走 是不是 所以我内部 我就需要比较大的温差出来了 所以我们待会就会看到 如果说我在第二个case的话 我用h 我用200进去的时候 那radiation呢 其实不太重要了 因为他刚才讲过 最多的5.9 所以其实这边呢 而且他这边讲到说 这个 opaque to thermal radiation 他说liquid是opaque to thermal radiation 意思就是说 简单的说啦 我们虽然还没有交到热辐射 就是说 在水 水对热辐射的效应来讲是 它是不透过去的 opaque的意思是说 它不透过去的 它不会透光的 所以这边就没有 这个效果的意思 简单说这边的 在空气中有 但是在水里面 它是没有这个效应 就把它拿掉了 就算它有也都不大 也实际上不大 因为我们刚才看到 200对5.9嘛 就算你放进来 的话 那这边算出来是300度k 你看就掉了很多了 对不对 它原来 如果我们平常是307 现在300度k 那就又掉了7度 那300度k 对应到我们的 对应到温度是多少 减去273 这样子是 多少度 273 27度 对不对 27度相当低 相当低 所以太冷了 会挂掉的 另外你看它的 所heat loss 是1320 比刚才的 大的非常的多 刚才是146 现在大概将近 10倍出去了 所以它这个热量 loss了非常凶 这边就是看到说 我们看到说 这个外面的环境 其实影响我们 非常非常的大 OK 影响我们的温度 非常的大 如果说过度的 这个heat loss 我们会失温的 OK 好 那所以呢 刚才我们看到 说到有一个comment 我们大概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见 在很弱的对流 自然对流之下 radiation还是有它的效果 因为实在是自然对流太小 那至于说到了 强制对流之下 radiation就效益就不大了 OK 那这个例子 其实基本上只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试用 练习一个用conduction 提供了radiation跟compaction 就是这样一个平衡式 大概也不算复杂了 OK 这边有没有问题 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好 那若没有呢 我们就继续 往下走 好 这边就讲到几个 又几个小节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看了 我们说自己回去读书吧 很多东西要读 这边讲太啰嗦 有些细节一步步走 好 那1.4呢 也是 它怎么样开始做分析 它系列了一个方法 一些methodology 然后怎么样做 其实你们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一定要回去看一下 OK 那我实在是没有 不需要花时间在这里 因为书上讲得很清楚 那你们也要自己练习一下 当然你到熟练以后 你当然不会那么死板 不需要那么一步步 但一开始的时候 我建议你们 真的稍微走一下 OK 好 我们现在就不多说了 自己回去看书 好了 接下来呢 又是1.7 最后再一个例子 那再一个例子 好 那1.7 好 这1.7呢 它在讲 它说 这个有一个 coating coating 我们在一个板子上 我们会给它做coating 然后我要cure它 就是通常用热的方式 把它固定在上面 花点时间 它需要定时间把它 把它干燥 或者固定位 把它确定 固好 那 它这是用这个infrared lamp 用这种红外线的灯 去照它 所以用radiation的方式 来去照它 所以它的radiation irradiation是这样 它就等于说 对这个surface来讲 我接受了一个irradiation 对不对 我一个入射的机 一个入射的能量进来 那它呢 吸收了80% 然后它有一个emissivity 它有一个emissivity 0.5 那它会吸收80% 然后呢 它还有也会放射 它会有0.5的方式 在放射 那另外呢 它也是 在这个airflow里面 在一个很大的 大环境的airflow里面 那温度呢 温度是20度C 那surrounding是30度C 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在这个case里面 tambient tinfinity 跟tsurrounding是不同的 因为它本来就是 可以是独立的 只是说 当我在热评程的时候 通常它是可以 写成类似的东西 好 它这边接下来说呢 如果这个convection coefficient 这个是15 那这个所需要的 这个q的temperature 是多少 OK 好 那 这个是这样一个问题 它今天说 我的瑞地流系数是15 这个15大概是 什么样的东西 如果是气流 对不对 因为这蛮小的 大概就是很弱的风 很弱的风 OK 那甚至就是没有风 就是自然对流 这样 基本上是以自然对流 的方式 这样 然后呢 它说呢 这个 它说最后的这个coating 特性呢 包括它的耐磨性 这跟它的耐久性 那是跟温度有关系的 跟你的q温度 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所以它需要控制在 一个状况之下 所以呢 这个 它说它就用 控制这个气流 去控制 这个对流系数 它是用这个方式 然后让它的这个q温度 能够维持在一个 适当的状况之下 它当然就是说 这个时候它的温度呢 跟我的convection的关系是多少 对不对 另外说 我给它改变它的convection h 当然就是改变我的速度嘛 用强制对流的方式 去改变它的速度 那这个改变的速度 跟我的温度关系 我要能够找得到 因此我要去 借着这个关系式 我去判定 我的系统的q温度是多少 是好是坏 我来把它找出来 找这个关系式 它基本上就是在做 这样一件事情 OK 好 它就叫我们来 把这样的事情 找出来 它的surface temperature 跟h 从2到200 从自然对流到 强制对流 中间 我们把它拉出 这个它的关系式来 OK 那而且呢 怎么样我们才能够 确定到 最后它是假设是50度 50度C的q温度 假设 这是我的要求的话 那我要多少的h 对不对 就这样一件事情 OK 听懂了没有 只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先把它的关系 h跟温度 你的表面的平衡的温度 是多少 找出来 然后呢 最后决定说 如果我是50度C的话 我的h要是多少 好了 那这个解答 其实基本上呢 也是一个 稳态的问题 因为它最后说 我要稳定在50度嘛 所以基本上 这是一个steady state的问题 那这个steady state的问题 就是进等于出嘛 没有stor啦 就是进要等于出 那 好 那我们现在 现在这个case里面 进从哪来来 进式radiation 我这边 不像我们前面那个灯 是产生的热 没有 它现在是进式radiation OK 那出呢 靠什么 convection跟radiation 就这两个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 假设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下面的板子 是 是 是atabetic 是绝热了 否则问题就很复杂了 那还有一个conduction 那就很复杂 它现在把它排除掉 它 假设这边没有热 全部热都是从上面 对流跟辐射走 OK 当然也不是不合理的 假设 因为你如果下面的戒指 只是一个 k很小的东西 那你那边就可以 比较可以忽略 好 那 所以这边呢 就是发现说 我的能量 就是进等于出 好 那进呢 就要从 iradiation来 它告诉我们说 八成来吸收 所以它的吸收率 这个地方 净等于出 那这个净就是这里 出的这两个 那这个是已经告诉我们 0.8嘛 0.8倍的g 2000 所以1000 0.8乘以2000 就是1600 好 那这个地方好办 那接下来呢 就这里 h会改变 那epsilon这个东西 基本上没有特别改变 就是我们把它放进去 就可以了 好了 那 这个地方就会在这里 一开始它先用15的 的方式 然后 这边的radiation 把t四次方放进去 那这样算出来呢 它的是 它是要尝试错误法 对不对 因为你看 里面有t四次方 这边有t四次方 所以你需要稍微把它 try出来 把它try出来 或者把它稍微解出来 因为这个不算复杂 假设 上面看 你这个 是可以把它算出来的 好 那我们算的过程 我们假设都不谈 我们先看它的结果 它这边告诉我们说 它算出来了 它iteration的方式 把它算出来是得到 104度C 如果h15的话 是104度C 可是它假设 它要求50度 显然太高 温度太高 并不好 所以它看看 我要怎么去调整 那因此它就要把它 h给找出来 那当然这个算法 当然就不是我们先算了 它把你找出来了 就是用一些calculator 或什么样 它把它算出来了 它就把它的关系式 把它连起来 那你知道它刚才那个方程式 并不是很复杂 但是它把它算出来 拉成这个样子 那在如果h很小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温度很陡 那h如果大的时候呢 它就掉得很厉害了 它就顺势这样掉下来 OK 好那 在这个地方呢 它告诉 这边我们会看见 假设是50度 它最后要求是50度的时候 那我h要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也是一个强制对流 但是不是特别特别强的一个强制对流 那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可以达到它的要求 所以它刚才平衡就可以这样做到 OK 好那这边当然就讲说这个 coding temperature呢 也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不只是加h 你也可以改变环境温度 你也可以从环境去改变 它也会不同 也有不同的方式 那书上的comment就会去 就会讲 你大概就自己看一下 那以这个case 当然是以radiation 算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的 就是它进来的很多 但是它的 温度 看它的温度在多少 那如果说它在低温的时候 radiation也会变得不重要 那如果高温的时候 radiation也会比较多一点 OK 好那 那书上它就有画了 不同的温度 所以它这边有些细节 比如说它这边就有比较了 不同温度 但这个时候的radiation 就比较来的强等等 那我们细节就大家自己回去看 课本了 好那 接下来呢 就是还有一些章节 就是 relevance relevance transfer 然后还有unit and dimensions 这些我们就不 就不谈了 OK 自己回去看 好那 第一章我们就到这边 好那 接下来呢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待会早点开始 就到这边 我们休息一下 每天 儿子 感谢观看